邁來聊 邁來聊 你說誰說得對? 我又覺得你沒錯 多倫多有什麼新搞作? 香港人近期關心什麼? D-Low Cat-Cat 每星期邁位哪個口水多? 一定不只你和我 多倫多港式口水鎮 多倫多港式口水鎮 一個沙了聲的Jay在這裡 跟大家說個hello 還有一把都是幾sexy的聲音 KK在這裡 我一點都不覺得你的聲音有問題 我一點都不覺得你的聲音是sexy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是sexy是不要緊要 當然是 但是問題是我不覺得是因為 或者是把聲音聽 但其實喉嚨是十分之癢 所以我一直要灌水灌水 不然我就會咳 我本身氣管都煩 所以我一有一點風吹草動 我就很容易會癢 我剛剛那一集就剛剛cancel了 真的我們從來有史以來都沒試過這樣的 因為我是真的 剛好就病了 病到一坨 那是不舒服的 因為其實是剛剛開始病的不舒服的時候 是上個星期呢 那我出席了一個台灣電影的一個 算是首映的一個特別場 那部電影叫BIG 那時候都已經不舒服了 但是答應了別人幫忙 好 那所以我就唯有真的要去 不然就會來得太離開了 這些就叫professional 因為真的不是100%的狀態之下 始終我知道有很多地方都是做得不好的 所以沒辦法了 真的在這個今時今日的天氣 有誰想中的 尤其是剛剛有Solar Eclipse 你知道很多朋友都出去了 其實關不關事呢 我們今次不舒服 關不關這個 我覺得有一點點可能 對我來說可能對我有可能 因為就是很雀躍 出去你打算看那個天氣 那個氣溫不是很冷的 這陣子經常都好像很暖 有以為那些不穿外套 尤其是應該穿外套 有些風很容易洩清的天氣底下 那你很穿就想著走出去 當然去看 感受一下 它突然有光又黑 那一段短短的偉大的見證 等等等等 你那時候在哪裡 我在家裡 哦 你在家裡 是呀 我都沒有出家 因為其實我已經開始有點病了 我感覺上 未開始 我已經病了 我已經在家裡了 那天我要上班 哈哈 那我想應該去東邊 有朋友一起 就是湖邊那裡看的 那後來我說都是不好 因為我覺得自己開始有點不太妥當 那在家裡 那本來只是坐在電視上看的 那後來不是呀 那些朋友又壞了 又發出一些照片 哇 怎麼又好穿呀 那我就走出去 那剛剛走出去沒有穿外套的 喂 你不是就這樣看的嗎 那當然不會啦 那當然會有眼鏡那些 哦 你一早就預備了嗎 哈哈 其實我沒有預備 因為你知道我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然後沒有停過 那是有朋友拿多了 其實之前聽聞是community center 有得派的 那有些人就拿了很多 就再拿上網賣 那樣的 這個是聽聞而已 那我不知道見還是留 那 那就去看啦 但是就沒有穿外套 還有剛剛真的一刻那一下 其實真的有些尖寒尖寒的感覺 其實那天本身天氣都一般的 是不是本身都是脈雲的 很多地區都 那變了 它是有些少 就是它很多人 就是看到那些雲 就剛剛開了一點點位置 就慢慢拍到的 有些人是 但是我試 我嘗試的 我都看到別人貼照 我立刻 我不敢承諾 我就這樣拿一部手機 就這樣反轉 就是量好的位置 那我打算看一下拍不拍到 但是都是差一點 哦 你完全拍不到 拍不到啊 就是它是 就是它剛剛透過太陽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我的角度 還沒有吃的 或者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差一點時間 就是拍不到 可能是 因為真的 尤其是我們筆小小 那些很密魂的 其實真的是一撒嬌 你這麼巧 一撒嬌的光輝 你這麼巧 是不是永恆 但是有些朋友就去西邊一點 就是總之 他們都反而西邊那些 看得清楚一點 即Missisaga 沒有那麼多魂 他們說看得清楚一點 我看Markham都好像好一點點的 好像 Markham比你Darishman Hill好 是啊 我簡直是 那些魂多到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唯有是開著NASA的網站 是 Actually它是YouTube 有直播 它是直播在不同 美國 因為它整個北美洲 有不同的地方都看到 是啊 那這次因為這麼特別 就是因為它是最近北美洲 美國和加拿大 都這麼巧可以 很多人都看到 如果天氣好的話 我本來是在Global看的 Global就是這樣 其實NASA直播 就是一直在不同地區 它是墨西哥最先的 第一個Eclipse 是 這樣子的 只是開派對 是 但是我有朋友 有些朋友特地 走到Downtown看 他們簡直說是世紀大騙局 哦 為什麼呢 就是 蛤? 是這樣的嗎? 就是很無聊 那它想要有什麼期望? 是 我想是 因為如果 你也在電視上看過 是啊 其實在墨西哥那邊 是黑了多久的 就是黑到好像天黑 你是看到你平時去演唱會 一些手機 我明白了 那些手機的燈海 因為它一早其實說了 你是要去到Niaga Falls 這些位置 才看到完完全全的 全日式 是啊 我們都是差一點點的 是啊 我們是九十幾個巴仙 我們在其他地方 是啊 所以要這麼黑 你是真的要去到Niaga Falls 但是 那天Niaga Falls 聽聞呢 都是很多運 都是一般的 是的 都是一般的 但是很黑的 但是我看到一些 一些視頻 或者一些照片 是比較黑的 給我們 有些朋友就去了Colbert那邊 那他們就拍了影片 那我們就比較慢的 就是逐漸不是突然的 那它就直接是拍到15秒內的 嗯 嗯 由光變黑 由黑變光 那都是很... 很... 很奧妙 其實... 其實我都感受到的 因為它真的吃光的時候 雖然這裡密魂 但是都黑的 這裡 都黑的 都是... 都是... 以我們中國人 其實全日式 其實是... 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 其實是很陰的 是 就是那... 所以... 又陰又寒 是啊 是啊 就是... 不知道是這麼巧 所以... suppose 有些真是很明顯的地方 他們真是說一霧太陽那一刻 是立刻感覺到尖寒 是啊 一陣寒氣湧上來 是啊 可惜我感受不到 因為我在身內 身內 是啊 沒有辦法啦 你有病 不是 還要上班的 那時候我沒有請假 因為... 真的走不開 我不可以請假 但是我也知道有兩個同事請假 所以我很生氣 是為了這件事 為了這件事 雖然沒有說什麼事 但我想大部份都是 的啦 其實我覺得如果公司來講 其實整件事在多倫敦 這次只不過是最接近北美洲可以看到這麼清楚的日食 但是如果你再想看日食的話 2044 可以去其他地方的 那有沒有全日食呢? 那就要再看那些資料 下一次的日食應該是2044的 但是就未必是全日食 但是看不到日食 那會不會有月食呢? 那我不知道 不過怎樣也好 我覺得接下來都有很多不同的天文現象 那大家如果對天文學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都可以繼續留意 那其實我記得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都讀過一科Astronomy 是嗎?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是啊 但是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但是雖然學的東西不是很多 所以這些都算是一些很入門 1-1的一個課程 因為那時候是拿獎金 所以我覺得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都想去研究一下這些天文學的東西 還有如果有一些類似科學館 我都很喜歡去看的 嗯 是啊 好 那除了我們喜歡看太空館日食之外 那我當然要看演唱會 是啊 接下來買一票吧 你和我都 Mira 很期待 已經在北美的巡迴已經開始了 已經在北美的巡迴 那就來到 現在他們到哪一站 差不多了 紐約 紐約 除了 你會不會看呢 你會不會看別人貼上的影片 我又不想 好像有些劇頭 有些驚喜 我是逼著看 因為他們的傳媒 譬如香港的傳媒 都會貼上的影片出來 哦 即是北美的那些都有傳媒 有 有 所以我都已經 納過一下眼 但是當然 不 應該立刻先不追蹤了Mira 哈哈 那又不用了吧 好笑 可能真的有些更新的話 你就要知道 好笑 說笑 哈哈 不想看那麼多 或者你可以瞄準她 不用追蹤她 那倒是 很誇張 但是 就是這樣 除了演唱會 你知道那些粉絲 鏡粉 姜糖 神圖 Ian的粉絲也好 尤其是 即是他們已經在準備 演唱會當日 一定是有一些應援活動 會很誇張的 你有沒有收到封 給不給帶那些應援物品 例如那些 是有尺寸 有尺寸規定的 是有尺寸規定的 他們說英國那一場 是甚麼都不給給多納去的 嗯 所以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也想知道 不知道多人多那一場 應該聽說 是有尺寸規定的 即是大尺寸 是 但是那個尺寸 我 我忘了 真的要再去找回 但是如果大家粉絲 當時要帶東西去 即是要查清楚 究竟你的應援物 究竟 能不能帶進去 如果不能帶進去 千萬不要帶了 是啊 是啊 但是我知道演唱會之前 即是當日 演唱會當日 應該是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當然我覺得演唱會場地 他們應該是會集合在一起 一定是會有些事情發生 但這件事情 還未得到一個確認的 但是除了這些會預料到的事情 這些都不用一定要什麼確定 總之他們還未來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有這麼多的活動 搞這麼多的應援活動 何況今次是演唱會 一個這麼大的日子 這個是MIRROR大日子 而且他們親身來到 之前他們是 是啊 他們都是為了他們慶祝週年紀念那些 但是這次十二子來到 而齊當多 當然要讓他們有目共睹 對他們的愛 是啊 即是我知道少少事情 就是說 接下來演唱會當日 應該是Downtown 就有一些地標位 我不說哪裡 某些地標位 是會有一些大型活動 或者一些的應援活動 所以大家如果是那天拿了假的 就像我這樣 我拿了假 拿了兩天假 因為都不知道 這麼大的事情 是啊 因為 兩天會有一個MIRROR演唱會 因為你不知道去到多晚 那第二天如果要上班的話 那會很辛苦 覺得 是啊 所以拿好 到時候 玩得輕鬆一點 就是看都看得輕鬆一點 不用整天都掛著要早回去睡覺 是的 那這個是一個假期 我的兩天假期 很期待 很期待 因為好像買票好像不太久 一聲就有得看了 真是開心 是啊 那些時間過得很快 你說著說著就是了 是 時間過得太快 所以大家都是 你想要穿什麼衣服 我在想 我有件MIRROR的T 我應該會穿 但是上次他們演唱會 我怕會被人說我吐 哈哈 其實我沒有買開一些有明星的衣服 所以我想我也是穿回我平時那些衣服 是啊 那你男生又不用想太多了 真的 不用想 女生就要 那女生都不需要想過份太多的 那最重要是大家享受這個表演 是嗎 我記得拿一張燈出來 總之很多東西籌備的 真的 不太簡單 我覺得可能到時候 又會有些人 放一些檔攤去賣的那些燈 因為上次去陳惠霖的演唱會 我都看到門口都有人在賣的那些燈 是主辦雙狗 應該不是 還是那些粉絲的 應該不是 因為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粉絲 但可能一些的閃商 哦 即是可以的 沒有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總之我覺得 那麼多班粉絲 我覺得是 怎麼都會 即是我想你 加入某個 Fan Club 我想可能他們都會 給一些應援物 都不一定的 哈哈 所以那天呢 應該會是很震撼 整天呢 都會很不空 因為我們 要 即是會去很多 即是去看很多的東西 對了 嗯 除了MIRROR演唱會 我們今天錄音 就要去到星期一 即是接下來星期一 即我們今天這一集 是星期一的一集 那星期一之前 會發生什麼事呢? 即是這個4月14日 那就是這個 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的頒獎禮 即是我們過去這一年呢 都去過不少一些電影的特別場 或者一些手影 即是我們都很慶幸 都看到不少的香港電影 沒錯 而這些電影呢 又這麼好呢 又這麼幸運呢 又獲提名落這個電影金像 所以 所以 我又在這裡 大家又和Cat Cat 聊一下 一些什麼心水 即是得獎的人 你想 先說哪個獎項呢? 我想通常 是不是 講 男女主角 跟著最後講電影呢? 都可以 我們可以由美美數上來的 對 女主角 男主角 跟著電影 看看有什麼心水 對 還有可以講講歌曲 即是我們現在錄 我們現在錄這一集 就是未知到結果的 所以我們看看 咦?究竟我和Cat Cat 的心水 貼不貼中 是的 即跑馬 哈哈 對 但也不是 我們這一集 都要等它宣佈了 但是我們都可以講一下 那 其實 不如 不如 我看完 就是很個人 純粹個人意見 好啊 不是說 很專業而已 哈哈 今屆呢 我略略提一些 每部電影獲獎項的數目 最多提名的 就是《百夜之下》 有16個獎的提名 第二 就是《年少日記》 12個獎 第三 就是《金手指》 也是12個獎 《命案》有10個 《毒舌大狀》有10個 《四拍四》有4個 《但怨人長久》有4個 其餘那些 我就不數了 但是重點都是這幾部電影 不如說說導演 新進導演 因為其實我也知道 有哪幾個新進導演入圍呢 就是有《百夜之下》的《簡君盡》 是吧 還有《年少日記》的《卓極謙》 還有《但怨人長久》 《竹子嫣》 還有《毒舌大狀》的《吳偉倫》 還有第八個嫌疑人 《李梓盡》 你這幾部電影有... 我只是看了兩部電影而已 我看了兩部電影 你看了《年少日記》和《毒舌》 是不是? 是啊 如果我比較這兩部電影 我會覺得《年少日記》的拍攝技巧好些 《毒舌》它是整個... 我覺得都是商業化一些 我觉得独视,即是比较是,它是很,没有什么,很多技巧 令到我觉得是可以赢这个奖,我自己就觉得 我就觉得今次会有可能是白日之下的选择 因为我真的没看过白日之下,所以我就不可以说 白日之下呢,它比我拍了出来的感觉是比较真实一点 没有那么太过剧情化,因为它是一个真实事件 未必是完全是真实的 所以拍摄到好像一些纪录片那样 有时候你知道,某些时间很流行的拍摄 是好像拿着一部机,整个纪录去那些,很纪录片那样的感觉 是 又不是的,是不是? 它又未至于说好纪录片,但是因为它也有一些感情位的 是 因为我觉得余香盈在里面做得挺好的,因为它是做了一些感情位 是做得挺好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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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們 是 我看了一部電影了 是甚麼歌? 我真的忘記了 Let's get to the top 即是英文歌 其實這個金手指的歌曲 的填詞人我認識 她叫劉京文 她是Toronto回去 她是一個跳舞很厲害的女生 她之前也有拍過電影 那套跳舞 那個叫甚麼 狂舞派 狂舞派 那為甚麼她走完填詞 真的很厲害 她其實 之前也有出過歌 但這次我就很驚訝 因為我看完 金手指的 即是看過那些字幕 才看到 填詞是我認識的 那我也覺得是 挺開心的 不過如果你說要我選 我也是喜歡鄭安琪的 那首《茫茫》 我也是 很棒 而且很貼題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 很入腦 這首歌 我一來也有 其實我一直都很一般 在家裡 但這齣戲之後 我又刮木箱 對她改觀了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是啊 是啊 那我們可以說一下 新演員 新演員有 一人婚禮的吳冰 四拍四的陳樂婷 八日之下的許月霜 年少日記的何柏謙 還有這個代言人長久的謝詠欣 我沒有看完 他們演什麼角色 你一人說的名字 我真是不可以 一人婚禮就是吳冰的主角 陳樂婷的四拍四 就是那個年輕 即是很小的那個 古手 八日之下的許月霜 我想是應該 咦?她是不是做 好像是做記者 哦 是不是呢? 是不是那個新來的那個記者呢? 我等我去再查一下 因為 因為就這樣說名字 我真的 是啊 真的不知道誰 因為她是新的嘛 是啊 她是做Jazz的位 八日之下 做Jazz 但是還有誰呢? 年少日記 是 就是這個何柏謙 你知道年少日記 不是有兩位小朋友嗎? 是啊 是啊 那這個何柏謙 就應該是另外一位的小朋友來的 是 是的 哦 即不是主角那個 不是好主角那個 哦 其實兩兄弟都做得很好 是啊 還有謝詠欣我就沒看過 因為 鄧月常弄這部電影 對啦 這部電影我沒看過 所以如果你說 這幾個我看過的演員來講呢 不好意思 我才有一點點片心 因為我喜歡阿冰的 阿唔冰的 因為她是小薯茄裡面的阿冰 那我其實是覺得她OK的 那當然啦 其餘那幾位都做得很好的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我自己個人 少少一個感覺 可能也是因為阿唔冰是 即是這麼多的新人 即是她第一次是做主角 她的發揮是多了很多的 嗯 那我撐四拍四呢 四拍四 撐樂廷 OK 好 好 那我們先說一下呂配角 呂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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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多數都看過了 那有誰呢 有金燕玲 《不日成婚》 《畢日之下》 有梁翁廷 《百日之下》 《偉羅沙》 《年少日記》 《楊詩永》 《毒蝕》 還有《廖子余》 《毒蝕》 那你最選擇是誰呢 我喜歡《廖子余》 《廖子余》 其實呢 這麼多電影 《不日成婚》 我看了少許 看了少許 但未看完 所以我就 為甚麼呢 即是你沒空 因為沒空 但我會 其實說真的 廖子余 我是一向都很喜歡一個演員 因為她這次 她的對白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她一出場就已經交到氣 但是這樣 這次梁翁廷也是一個很突出的 因為她演那個《弱智女》 所以我覺得她 即如果你問我哪個機會大一點呢 有很強的對手 我覺得梁翁廷機會大一點點 或者發揮的機會高一點 發揮機會大一點 但是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判斷 看看我 猜不猜得中 會不會是梁翁廷 其實我想她們 被提名到 其實各個演技都是不相大眾 即是很多時候很講的劇盤 是的 令到她們發揮的機會有多多 是的 也要看看她們的評審 看看她們重視哪一方面 是的 是 都是很subjective 是的 還有下一個就是南佩閣 南佩閣 有姜大衛 白日之下 王子樂 年少日記 你喜歡的 還有李尚政 死屍死時 死十四 還有但願人長久裡面的吳康仁 還有毒蝕的謝君雄 哦 那當然是謝君雄 我都覺得是謝君雄大的機會 就是那些老氣骨 是 當然如果你是 我真的不要看那麼多一部電影 是 但是 就是她那種內心戲 好像一個眼神 都令到你感覺到她有很多故事 那種 因為是有人生經歷 我覺得 很有內涵 令到她是會 是會 就是聖人一籌 嗯 是啊 那 其餘那幾位都不錯的 就是 王子樂都很不錯 但是 就是她又 可能她都已經不是新人 所以她 她新人掌握 即是新演員那裡 她就好像沒有提名 這次 所以 但是我覺得她 她 我們剛剛看完七月翻歸 我又看到她 她都做得很好 是啊 是吃一行飯 我覺得 如果她不做 她 很難說 很難說 因為其實有很多同聲 小時候是表現很突出的 但是 一過了一段時間 又不知為何又不同了 這個感覺 至少現在這一刻 這一刻 這一刻是OK的 是很 不是每個小孩子做到她做的事 是真的有這樣的天賦條件 你只是機劇本 這麼簡單 一件事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不行的 不行的 我其實見過很多小朋友做戲 譬如劇集 以前我覺得是 那些小朋友是很背的台詞 但是背了之後 只有背字 就不敢覺得到她有戲出來 是啊 所以那個導演 尤其是一些有小演員的時間 導演都是服用一個很大的輔助 其實我覺得 你是想達到些什麼 還有你拍攝整件事 整個環境 怎樣可以輔導這個小朋友 我覺得正如他的父母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有一件事可否要說是怪呢 因為以前很多時候拍劇集 尤其是拍劇集 他們準備的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演員 埋位就來的了 可能他會逼他背了一段對白 那他交到那段戲 說到話就算了 但是電影那些可能會 可能會多一點時間揣摩 會不會呢 是的 而且我覺得電影始終都是認真些 某些程度上的製作方面 那你變成了你除了拍攝那段時間 會多一些功夫之外 他們的拍攝都會是 已經是篩了一批 你知道很多時候 或者打肩膀 是誰的兒子 誰的女兒 那些這樣 是不是都想去出鏡子 就跟本身整件事 會有一點點差距 你想達到什麼角色 應該是什麼小朋友等等 好啦 我們不如說一下大獎 女主角 女主角 有哪個提名呢 有鄭乾琪四拍四家族 有衛詩雅 不日成婚矣 魚香型的白日之下 黃丹妮的毒舌 還有中雪型的田氏L 五部電影之中 我看了三部 三部半 又算不算一半呢 即是不日成婚矣 剛才說過 我就看了一點點 其實我是很想看田氏L 因為都挺多人說的 就是我身邊 嗯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剛才看了這部電影 都覺得那些對白都挺搞笑 是啊 是啊 那我覺得是希望多倫多 有電影法輪商 可以帶這部電影來 但是我們不說這部電影了 因為我們還沒看 那我想都是主線講四拍四 白日之下和毒舌 那你喜歡誰 其實我想贏的機會 我還沒看的 但我覺得阿香瑩應該贏的機會很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是嗎 就是有個預測的嘛 這些獎 那他拿一個 很有可能都會拿這個 是 呼聲大 呼聲大 是啊 是啊 我確實可惜真的沒看 但是 我本身都很喜歡他 因為他之前做 那套電視劇來的 我第一次看他和阿鄭忠基那套什麼爸爸 暖南爸爸 是啊 是啊 他做他過了一生的女朋友 和媽媽 是啊 我覺得他做得很自然 但是後來他一幕戲 他們說的坐在一個大排檔那裡對望 是啊 那他拍一下他突然消失 是啊 然後他ViuTV又衰 就拍那些幕後花絮出來 你看完之後你當時那些眼淚都沒有了 是啊 是啊 沒有了 因為他是拍一拍一下 阿余香營的時候 縮了我桌底那裡 不知道怎樣 哦 原來是說 是啊 不要破壞我 不要破壞我 是啊 真的沒有的 有時候我覺得 拍完之後 那套電視劇我已經留意到這個女生 是 因為他一來又很有氣質 那個樣子 不是說那些 怎樣說呢 就是有時候漂亮 但是有些選美漂亮 他是那些很清秀 令到你看他覺得很舒服 那些 所以我也很喜歡他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看過那兩套 是不是 484和毒蝕的 我覺得 都是毒蝕 會 因為發揮機會會高些 嗯 嗯 最主要是 就是這樣的 余香營 我第一次看他是看逆流大叔 嗯 逆流大叔他那時候是做一個 是不是已經做得這麼好的 是啊 那時候我一看他就已經是喜歡這個演員 嗯 因為是 因為我其實都喜歡一些爽朗的女生 我想可能他都有一些這樣的氣質在 嗯 所以是令到 就是看了一個人呢 都會是 精神一點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哈哈 很精神 就是很投入 或者一個人都很投入 很投入他的角色 所以 我覺得他是值得拿的 是啊 那麼 講完女主角 我們講 男主角 男主角是誰呢 有林寶怡的白日之下 魯振業的年少日記 梁朝偉的金手指 王子華的毒舌大狀 還有大鵬的第八個嫌疑人 那這五部電影我只看了四部而已 你呢 嗯 嗯 嗯 應該是 好像看這三部 有三部 有三部 那你這三部 即是年少 金手指和毒舌 那你覺得這三個你喜歡哪個呢 我當然喜歡梓華 即是我覺得整件事沒有了梓華 嗯 即是不成事 嗯 我自己就覺得 你是有個梓華的氣氛 但有些人又 又讚他 反而讚他 因為他不是很有以前王子華做戲的影子 嗯 是啊 我覺得他這次是有突破的 真的有突破 就是以前 因為很多電影都是他 我想是他做監製 還是做編劇之類的 但你覺不覺王子華和這些獎 他那時候也拍很多電視劇 即是視帝啊 電影這些好像沒有緣 沒有什麼緣 他拿過一次視帝 他拿過一次視帝 對 但那時候都是那些豬肉 有些無厘頭 每個人都勾頭 他好像人都沒有到 他好像不是很稀罕這些獎項 不要這麼說的 其實我想他都想拿 或者他那時候沒有那麼大期望 那可能 但是我覺得 這次他真的很難說 因為我覺得 另外一個敬敵呢 就是林寶儀的 因為林寶儀 我看他在八吉之下 他是做一個 的 色色院長 所以他做得是非常之好的 林寶儀是很老道的 做這些 因為他這些角色他沒有做過 因為以前他都是做一些比較正氣的角色 但這次他是做一些黑暗面的一個 一個院長 一個衰院長 所以 我覺得林寶儀簡直是信心的寶星 其實 他無論做什麼 都是入刑入隔 還有他 他很有趣的 他林寶儀是有林寶儀的 他的很獨特的演出方式 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演藝 但我覺得他的演藝方式很配合做舞台劇 其實是很 就算他在讀舌的表現 我覺得都是很好 所以 大鵬造成的 我不知道 沒有看過 所以 今次 何況他擔正 今次我大機會覺得是 我覺得最大機會是林寶儀 雖然我也很支持梓華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我希望 梓華可以繼續拍多些戲 去再獲得這個獎 因為我覺得 他還有 你一直說到你一定不能獲得 即是我覺得他 即是怎樣說呢 老實說 因為我真的未看八日之下 我明白到你的意思 即是你如果兩套比下去 那會有些少許可能 是吧 嗯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梓華應該再可以 再 可以再衝破 那個界限 嗯 我覺得他還可以再來得 有一個更加好的位置 不是說他這部電影不好 這部電影相當好 因為我們 即是我跟你一起看 始終跳房都是他第一套 那麽多套 都未有一套 那麽是 那麽是 他就算沒有那些獎 他都贏了票房 是 還差一缺 其實他是做了這麽多電影 我覺得他這次一次過拿回來 因為他之前 就是被人說他做新電影都是不買了 是吧 但是今次 是 爭氣 是吧 簡直是香港 講三篇歷史以來最高票房 是啊 是啊 很厲害 是啊 那麽 那麽很重要 那麽就電影了 但我們講電影之前 講不講編劇呢 或者導演呢 最佳導演呢 最佳導演呢 剛才我們不是說錯了 那麽是新進導演 但是我覺得最佳導演都差不多了 因為 都是很新進的 都是很新進的 所以 是的 那麽我想 我都是在估計 百日之下 那麽我連試就記了 連試就記了 那麽另外編劇 所以證明他們多厲害 是啊 你想想一入是新人獎 你想想唱歌 你新人獎加最佳男歌手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厲害 是啊 這證明真是好 好 真是好美 好有本事 好了 那麽我們電影了 OK 電影 那麽電影 有百日之下 5是哪裏 有百日之下 有年少日記 命案 金手指 還有這個 毒舌大狀 怎樣呢 我是不是看完 你看了年少 看了命案 還有看了金手指 五部電影 你也看了四部 都大部份看完 是未看八日之下 是的 全部看完未看八日之下 是的 那麽都可以講講了 即是你不講八日之下 其實那四部 其實你都有看完 我看完五部看完 五部全部看完 我們逐一說 你覺得金心是哪一套 金手指 我就覺得很商業 我覺得根本不應該入流的 好商業性 我自己本人覺得 好商業 好商業 即是是大卡士 即是 即是靠買座的電影 我就覺得很 比較 即是我 我怕不到任何東西 是那套電影裏面 令我沒有 零反思 即是只坐在那裡看 這樣 是那些大卡士 那你覺得怎樣 金手指 金手指呢 我覺得是 有部分情節是可以刪減它 是的 那就已經不成功了 而且 如果你問我 金手指欣賞什麼 我想是 他們演技 他做回那個香港舊時代 那些景都做得OK的 哈哈 那但是 總括來說 因為他是 無間道的班弟 是嗎 是啊 那如果你說 無間道跟這部電影 來講 我覺得無間道有很多 是啊 是啊 因為很有故事性 還有想不到 是啊 好了 然後第二套 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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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有一位朋友 那天跟他聊 因為他原來本身 都有研究精神病 這件事的 那他解釋 裡面的故事 一些橋段 或者形容精神病 那些東西 就未必是真實的 那如果 不可以理解精神病的人 就可能 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OK 真的 是啊 就是整個故事是 因為我覺得看電影 就不要讓我猜到 那他是 令我猜不到 我就是猜不到他 會這麼垃圾 是嗎 真的 本來沒看之前 那你想想 還要入圍最佳電影 是 原來我又坐了長途機 他又這麼巧有 嗯 那給你看看 是吧 那我又開始看 我想 我也盡量好給他機會 真的 是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想 做什麼 嗯 除了很多噁心的事 有精神病 有精神的問題 還有一些 那些很圓的東西 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很陰沉 很噁心 很反胃之外 嗯 嗯 我真的覺得 有點浪費了時間 嗯 我 後來我想去到 那一刻都睡了 這裏幫助手 所以 你睡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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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覺得很垃圾 我有一些都不覺得 就是我平常怕 但是我覺得很噁心 嗯 整件事 還有我看到 Norman 我有些反胃 我想不到 即是他那個 殺人的場面 是吧 還有他那種變態 喜歡做一些小動物 不開胃了 嗯 我是覺得 I do not see the point 你說最終是希望 可以正視 或者救到一些小動物 即是或者原來真的 那些 什麼 紫微豆素 令到真的有些這樣的 即是有些連結 to something 我想不到 我所有事情都是 我看不到 我自己的整件事 所以對我來說 這套是 very bad very very bad ok 好啊 那我們 有什麼電影要說 我們還沒有說毒蝕 沒有說年少 還在白日之下 那 可以說毒蝕 毒蝕它是真的很好看的 我想一下我是看了兩次 嗯 看了兩次 太快人心了 這部電影 嗯嗯 看完之後 是啊 還有 因為看完 是令到 是我們 柴魚飯後的話題 即每個人都會說這套戲 他的成功就是這樣 還有他的一些 對白 那些對白已經成為 經典對白 即是現在的人不會拿出來說 即是很爽 everything is wrong 現在經常有人說 everything is wrong 哈哈 還有我們是看 premiere 那變成整個氣氛又不同 我之後看第二 第三次 是沒有我們第一次那麼正的 這個是真的 是 那變成了 我有些 例如律師的朋友 嗯 我又說 哇 看吧 我會覺得正的 那到他們看就覺得 太過浮誇那些事情 嗯 在現實生夢中 不會發生到 那些 但是 整件事就是以那種 風刺來做 有些訊息 我覺得 但是有些朋友 就覺得 故事劇情 本身就不是那麼特別的 因為它類似 譬如 九品芝麻官 那些這樣的戲 哈哈 四都打翻山 又或者是一部 像是一個普通 一個電視連續劇 那些這樣的橋段 是 所以 有些 有讚有彈 是啊 是啊 那 那 那 你剛才好像也提到 好像讀舌都是比較 都有一些少少商業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所以這部電影 是 是好電影 那 但是拿不拿到最佳電影呢 就 就是 大家去思考一下 哈哈 或者我們 然後另外那兩套 就是比較 比較貼地一點 年少 年少日機 還有白日之下 年少日機 我和你看了 是震撼的 有一個音樂 因為小朋友 講小朋友去自行 其實很多幕 我都覺得很震撼 嗯 它最主要是它最震撼的音樂 其實 它是很柔軟的 拍到 嗯 令到整件事 不是說 那些血腥 或者你 突然是飄了很多眼淚 嗯 是很柔軟的 所以我覺得 我簡直覺得它的拍攝技巧 都是出乎意料之外 可以在香港 嗯 不是很多時間 不是很多預算 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嗯 我覺得是真的值得加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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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不是說 都沒有機會 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拿 它最 其實呢 因為它對手強 我覺得真的 只是時間 其實我覺得 真的 一套很值得獲獎的電影 但這部電影 和白日之下 有很多相同地方 首先 監製都是耳東星 哦 哦 是啊 兩部電影的監製都是耳東星 嗯 還有呢 這個 很難看耳東星 這個 先 它是不是攝影 對了 攝影呢 白日之下和連思維記 都是同一個人 是流星 哦 是啊 所以 所以就 有一點點 會好像有些影子 有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 不過我個人 就 都是對於白日之下 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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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也都真是 就是 開一點 我覺得這套好像 是 提名也多些 十六個獎 是 是 是 怎樣幫你 你計算也記得到 是 是 那個機會是去贏,但無論如何,我自己可惜真的沒看過 因為我真的很想在對比之下,究竟是因為那套那麼巧 那個名氣稍微高一點點,令到年少比較失色一點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年少真的很好看 還有一些有Message的戲,令到你真的有反思 而且很貼地,而且你是很為將來,為下一代著想 其實只要救到一個人,已經是成功了 所以非常非常之好,我跟所有朋友說一定要看這套戲 好,一如金華,所以最佳電影,你是選《年少日記》,是嗎? 是的 那我就選《八日之下》 是的,好了,那我們聊到這裏,就這樣 好嗎?我們那個聲音都要休息一下吧? 都要休息一下嗎?但不行啊! 我都要有話說啊! 你有什麼話說啊? 我要drum rolling啊,drum rolling啊! 你今天有很多drum rolling啊! 當然啦!當然啦!看MIRROR大件事啦! 但也不夠你的生日大日子很重要的嘛! 是啊! 你穿了把生日紗啦! 說一句HAPPY BIRTHDAY算啦! 不唱完整首,待會我破音就很噁心的了!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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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快點好回來! 我們大家一起,大家一起盡興啦! 大家一起盡興啦! 大家一起盡興啦! 哈哈! 是的,我們好像約了這個星期六,好像有得唱K 是不是啊?快點弄好聲啦! 是的,我不知道,我希望唱得到啦! 我還叫Amy啊!她經常聽我們的節目啊! 噢!謝謝Amy! 她說有什麼歌想唱,跟她說啊! 因為我們這次去唱K的地方,好像是一些韓國人開的地方 因為吃飯加唱K 我之前也去過的,我之前去過很好笑的韓國那些 如果真的是韓國K,就是YUN & FENCH在整條韓國街的嘛 是的! 她那些韓國K是很舊式的! 我知道! 還是揭本書! 是的! 按本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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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我去南一點的另外一個韓國街 就是在Bathurst和Bluwer那裡 哇! 那裡我之前也跟朋友去過 是的!那些K的計算是不同的 我們唱K就是HAPPY HOUR 大概20元左右就可以唱,由下午唱到晚上那樣 但是他們那些是短時間計算的 還有買飲料好像要另外分開給的 就不會說我們好像HAPPY HOUR那樣包兩杯飲料那樣沒有的 哦!但是是很便宜的 但是 是的! K的K的計算是很便宜的 而且是很高級的 那就是像你所說 那時候去我那時候也很多年前 她仍然在用那些一本一本的Binder 很多年前當然是 我想說很近期都是 我意思是很多年前是COVID之前 COVID之前 COVID之前一兩三年 我不知道 那就是很電子化的 我們那時候也 就是我們普通去開的地方 就是觸碼的 是的! 沒有的 就是按號碼 而且那些號碼很長 我記得 是啊! 那時候好像是 很懷舊 他會記得自己唱的首歌是甚麼號碼的 是 然後就這樣入了 是啊! 好!那期待和你慶祝 那大家和你都是要補一把聲 是 要身體健康 早點休息 希望各位聽眾都是身體健康 那很開心和你合作了都很久了 那我們要 希望有更多年來 是 當然了 嗯 還有很多日子我們合作的 你說到這樣的 哈哈 哈哈 我會哭 我有點害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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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期待和你慶祝 那我們要盡慶 那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 是的 再聊過了 好! se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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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